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感谢索达基刊部对灾难的精彩开示 我想灾难肇始于人的三读心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要具备正知正见 才可能转时惩治 遇难城乡化险为夷 下面是提问环节 我叫范建宏 是澳门大学法学院的老师 刚刚我有几个问题 你讲的时候有好多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一个问题是物理学家已经证明了 世界不是由物质组成的 是物质和它的振动态组成的 它最小的单位里面是能量 有一个物理学家说能量就是愿望 跟意念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在想 如果跟意念是有关系的话 那么意念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我在想你刚刚讲到 有福教的 有上帝的 有动物界的 那么这些东西可能都是能量 当你选择了善 选择了佛或者上帝的时候 那么你可能下一次可能就是人或者是佛 如果你是贪 撑 吃的话 那么你的能量的选择的话呢 就可能是动物了 那么这种愿望呢 这选择可能不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的 你很贪 你很吃 你很撑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是说在你死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愿望的选择呢 就跟这相对应的能量有关系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在现在开始学习打坐 我也不会 我先学习打坐 那么我有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我在二十几年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啊 那时候不会打坐 我就静坐 有一次静坐的时候呢 突然我感觉到个人没了 没了以后呢 我就看到那个椅子上呢 有一个像苹果那样大小的一个蓝色的水晶一样的东西放在那边 然后我一下就回来了 然后我感觉手也有了 脚也有了 所以我就现在想呢 如果说我现在要去学打坐的话 万一也变成这样了 回不来了 是吧 那是不是做话呢 那我又不是佛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 谢谢 这位老师的问题非常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确实我也多年以来研究 无理学的包括量子力学 还有其他相关微观世界的科学方面的一些道理 这个时候发现确实不管是蒂卡尔也好 布朗也好 他们的有些学术跟我们的佛教当中 这种细分为成的分析方面有非常相识之处 相关的有些道理我以前在不同的一些文章当中也是剖析过 最主要的 在分析最小单位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无理学家他承认一种量或者能量或者是一个磁场 就是这样的一种吸引力量但这个力量最后抉择到一些心的时候 心也实际上是一种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按照我们佛学的观点来分析的时候 它有一个显现上的量和实相上的量 那么显现上的量我们可以用分别量来进行剖析 但实相上的量实际上成了万法的真实的面目 其实真实的面目从我们的微观世界再抉择下来 最后就已经成了语言无法描述的 然后内心分别量没办法去设计的 这么一个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一点通过禅修之后才能会认识到的 这一点可能我们去真正修的时候 依靠一些传承上师的窍诀你也会感受得到 这不是一种说法而已 然后你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去三年成上帝佛陀 成恶念 贪嗔痴的驱使下成为恶趣的话 暂时来讲还没有到达我刚才讲的 生意地最微量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心 但是实际上这个心它还有分它的一个现象和思想 那么它的思想是真正地成为佛陀的 善的 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也是 白家诸子当中的对心 刚开始是心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有辩论的 但是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心的本处实际上是如来藏 它是清净的 那么贪嗔痴就像天空当中的云雾一样 它是偶然的 它是偶然离开的 所以你暂时可能会依靠贪嗔痴堕入善恶趣 但实际上你真正的这样的心的本体 并不是善恶趣的本体 因此最后变成佛 那么佛的本性实际上也并不究竟的 到最后要通达一切万法最究竟的实相会呈现的 这是可能在有些佛教里面的 中观和第三传法论的道理 再深入地学习的时候 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应该可以描述出来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作禅的时候 会有各种各样的现象 这叫做言相 它并不是因为我们修了以后会作画 不会有这样的 一般藏地有一种俗话也有一种言语 叫做是什么呢 就是说作为禅修的人 它的境界当中有什么样的印象都会发生的 然后在夏天的草地上有什么样的植物都会成长的 有这么样的一种言语 意思就是说我们心已经宁静 或者处于一种状态的时候 心上有各种各样的本来的一些习气 但是有些习气在你面前可以呈现的 但是它并不会因为你直接取了真正的心理 就变成一种 有时候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催眠 心处于一种特别清净的状态的时候 甚至可能你的前世 你的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环节 或者这个阶段很快就展现在你面前 自己也是好像曾经在其中一样的 但实际上它不会很持久的 因此我们禅修的过程当中 自己心里也应该有一些准备 我的禅修境界当中可能会什么都展现 也许可能显现佛菩萨的现象 但我不能过于高兴 也许可能出现各种魔鬼 各种现象 但我不能害怕和恐惧 因为这些都是修行者的一种演想 其实演想对你的修行也不算是非常有害的 有利的 只不过是一个阶段的现象而已 因此我们还要不断地修行的时候 到一定的时候自己心的真正境界越来越会提高的 所以我觉得一般在禅修过程当中 只是任何一个人修得比较近 修得比较深入的时候会出现 他不叫证悟 他叫言想 这样的言想也是可以 没有必要去执着他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对言想不能特意去执着 过于的欢喜和过于的害怕 就是都不需要 你好 我叫冯燕山 我是科技大学 读酒店管理的 然后我想问的是 因为今天的题目是 佛教如何面对灾难吗 然后就是说人就是现在 就是像我那些年轻人呢 心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然后呢 比如说就是会影响到 心做不了一些事情或者是那一些事情 心就很不开心 心做成很多 就好像里面长的心很多的灾难在里面发起出来了 就是说如果以佛教来说就是念佛嘛 还有除了念佛以外 怎么去改变自己心的那个状态 就是不开心的状态 或者是在想要做那些事情 哪个事情的那个不开心的状态呢 谢谢你 确实你说这样的一样的 现在的人可能想做的事太多了 然后做成就的呢 也不多 这样之后很多人特别忙 特别累 特别困惑 特别不开心 特别多的烦恼 很多很多特别特别的 对吧 这个原因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人应该 我的看法是 对社会和对别人真正有意义的呢 多做一点 可以的 如果仅仅是为自己的话呢 有一种满足感好一点 否则的话做不完的 尤其是现在信息变异的时代当中 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可以做 很多朋友也是找你 这个照也好一点 那个做也好一点 那不像以前 那这样的话 自己的精力也分不过来 身体也就没有办法去维持下去 就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讲自己要有智慧 要去观察 真正有意义的几件事情完成 那么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有一种叫做说话开度难 做事中间难 说话刚开始就比较难 你要去演讲 你要去什么的时候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度 但是做事情坚持下来一直三十三种 这个很难 所以我认为做事过程当中 你既然已经成立了 已经自己成诺了 那遇到再大的困难 实在做不下来就不得不放下 在这个之前一定要努力地去做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的那样 心有时候静下来 其实念佛和念咒业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经常认为念佛和念咒业是对心灵的一种按摩 比如说我们身体特别累的时候 让别人给你敲一下 按一下 就对身体有轻松多了 然后心里特别累的时候 你把书籍关掉 门关上 稍微打坐一下 念念佛 好像时间当中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静下来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然后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自己心的力量就强大起来了 如果心的力量强大起来的话 其实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也不累 也许你的身体累 但是心里一点都不累 因为我们人自己对哪一件事情 有没有兴趣很重要的 如果让你做一个没有兴趣的事情 哪怕是做一个小时也是你觉得特别痛苦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话 那一天做九个小时也是觉得很开心的 自己喜欢做这样的 即使遇到一些困难和别人的反对的话 你也心甘情愿所以有时候 我们人可能先有一种智慧的选择 中间有一种坚强的精神 最后要有一种完成的信念 不管怎么样这是对我一种富裕的责任 我把它完成 然后这个事情的这种整个抽化 还是很有必要靠自己的智慧 顶你上师三宝顶你所调及看部 其实我想有两个问题想问的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前段时间就是学入行论开始 我们就要修那个观修菩提心 那么然后前段时间就观修无常 但我觉得我以前观修自他交换 观修很多东西都还可以 就是勉强还可以吧 但是等到观修这个无常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难观起来 因为我总觉得无常好像离自己比较远 哪怕就是发生很多灾难 都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 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 可能这是我的习气所在吧 所以第一个我就是想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无常观起来 就是让他觉得跟自己是有很大力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是一个老师 就是教小朋友的老师 那就是以前我会 就是小朋友他比如犯错了 就会很生气 然后就会去批评他 然后那个像呢 就会是很生气的像 很愤怒的像 然后而且当时也会 以一种就是 或许是会有一种称心在里面 那我就想问一下 我该怎么对质 就以前的会有师兄就是跟我讲 他说 那你就观想自己是一个愤怒金刚 这样子去批评孩子 但我觉得这样子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那如果是不对 那我该用什么方法去对质这个东西 刚才你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修无常 刚开始可能修起来比较难 但是你最后就知道是无常的重要性 因为学习佛法当中 无常观很重要的 如果无常观升得起来 那么就像前辈的大德所讲的一样 首先你会好好地修行 中间不会间断 最后还要不断地去精进和努力 所以可能我们再三地要看看 相关的一些书里面对无常的重要性 然后第二个问题 可能我们老师们教孩子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可能所谓的愤怒下 也就是说在孩子面前 至少也是装置比较厉害的人 否则其实老师跟学生我有这种感觉 你不能完全放弃学生 好像我是高高在上 他没有进入学生的世界的话 无论是小学老师 大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 都不会变成一个成功的老师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学生现在喜欢的是什么 学生现在所说的语言是什么 学生现在关心的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首先是一个成功的老师他会了解学生现在的困难 现在的爱好 他的兴趣 他的烦恼 他的各方面的追究 这是作为一个老师的话 一定要知道 然后你作为一个老师也不能完全跟学生大成一片 我们有些老师很慈悲 完全地跟学生嗤嗤呵呵 每天都是跟他们生活一起 到一定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老师的尊严 其实老师应该有一种 他有他的慰言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有些老师的形象 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 我还害怕 因为有时候我们特别调皮 在调皮的时候 老师虽然没有很多批评的语言 但是他睁着一个大大的眼睛 在窗户里面一直盯着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晚上也是想起了 那个老师好像还在 明亮的窗户里面看着我 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想 老师有他的一个慰言 包括他的传作上 他的语言上 他的行为上 因为老师要想一个老师的时候 学生心目当中自然而然 树立起他的这种庄严的形象 因此我想 在这个时候 可能该批评的时候要批评 当然 批评和有些所学生的时候 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很难装 有时候真的生气 因为他实在不听话 我给你说了那么多次还会这样 还做这样的事情 肯定老师心里也会产生烦恼 按理来讲 我们很多的烦恼应该值得对治 在这个时候 看看可能要做一个老师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温和的语言 对学生 大多数学生来可以的 但是粗暴的有些学生 我们有一种叫做有些坏的修行人 你不用给他讲佛的功德 应该用棍棒来打一打才能有修行进步 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 可能有些坏学生呢 也可能需要有一些盟理的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也不能太过分 不然的话 老师也很容易就进监狱 大师 你好 在这边 您听得到我说话吗 其实我是澳门大学共産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 我是很爱旅行的人 很多年前呢 我就去了拉萨 然后在拉萨呢 我比较深入地有接触到了寺庙 也接触到了藏传佛教 但是今天听了您的讲座呢 其实我有两个问题 我想带出来跟您探讨一下 这两个问题我问出来之前呢 我想先说明 我对宗教没有任何的冒犯 我虽然不信宗教 但是我对宗教是作为一个知识去了解的 第一个我想问出的问题是 您刚才有提到了现世跟来世的概念 就是说您说到 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 可能很多离不开 吃鸡鸭鱼肉 这会带来了杀生 那么有没有考虑过来世 可能我们会变成那些鸡鸭鱼肉 我想带出来的这个问题呢 先从我很多年前看的一部电影讲起 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可可西里 是一个非常 那个导演我忘了他叫什么名了 他的处女作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篇的 这个讲的是一群志愿者 为了保护杀羚羊 在可可西里做出了他们许多的奉献 那里面有一个镜头 我到现在我都是永远难以忘记的 就是当那群志愿者 他抓到了其中一个去剥羚羊皮的一个农民 他问这个农民 你为什么要帮这些盗牧者去做这些坏事 那个农民当时说的一句话 引起我很深刻的思考 他当时说 他说家里面闹饥荒了 种不了庄稼了 一家人饭都没有得吃了 所以我没办法 没有其他谋生的办法 我只能来接受这份工作 我因为我剥一张羚羊皮 我可以拿占到五块钱 来维持我家人的生活 当时这个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思考 就是说 当人类自己本身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的时候 是考虑现世的生存更加重要 还是考虑我的来世会是什么样更重要 这是我带出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是我很多年前在西藏的时候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首先我在西藏的时候 我去了很多的寺庙 我在布达拉宫 我看到了一个很虔诚的一个 一个 就是 和尚 他在窗前去念诵经文 我非常感动 可是非常遗憾在布达拉宫不可以拍照 我不可以给他拍一个很美的一个侧面照 然后我也在大招室外面 还有在沿途 我看到了很多磕藏头的信众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虔诚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虔诚 不远万里的 Scarmoni 就是斯加摩尼的等身像 上金粉的仪式 那个洞窟的外面是一层 是一个铁网做的一个门 门口守了一个和尚 里面呢已经站了一排的人 在那里就是准备给香油点灯 我当时我就很想进去看一看 因为我对宗教 虽然我不信仰宗教 但是我对宗教还是有尊敬的 可是当时这个和尚拦住了我 他问我 你捐钱了吗 我说我要捐多少钱 他说你如果要进去 你至少要捐五千块钱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事情 当时我很遗憾 我放弃了 我没有进去 然后在罗布林卡 我在寺庙里面 我看到了非常精美的 藏传佛教的壁画 我非常的想拍照 但是这时候走出来了一个 一个喇嘛 他跟我说你要拍照吗 我说可以吗 他说那你先给我二十块钱 然后在折磅室 我看到了变金 非常精彩的变金 喇嘛们分成两组 在那里变金 一边变金一边拍着手 那个场面太精彩了 我也想拍照 但是就在我准备摁快门那一刻 同样也是一个喇嘛 指着我说 你要拍照吗 拿钱来 这是我看到的现象 所以今天大师就是 您作为一个 Rambuji 是在藏传佛教中一个 非常得高望重的上师 我真的很想听一听您 今天就是探讨一下 在您佛教 您怎么样去解释 我看到的这些现象 谢谢你 我的两个问题 这样子 第一个问题呢 以前你提到的这个纪录片 我也看过 而且这个纪录片 应该说是在一段时间当中 非常的出名 其实这里所提到的内容也好 或者是你刚才所讲的问题 一个人生存 已经遇到了生存问题的时候 到底杀生还是不杀生呢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可能都有不同的 我们以前在藏地 老饥荒的时候 有些人刚开始 他不杀生 但是后来真正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都会杀过生 维持下来了 包括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后来为了家里的很多孩子 养孩子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也亲自去杀过牛 然后为了这些孩子不饿舍 一直也造了一些业 虽然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应该说除此之外 他的生活当中 从小的时候到现在的印象当中 非常重视他的信仰 但是可能包括眼前的孩子 包括自己的时候可能会造一些恶 但是也有一些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原来也听说有一个佛教徒 他本来如果旁边的一些羊 或者其他的小动物杀不会饿死的 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不选择去杀生 他觉得其他的生命让我存活我不愿意 然后他便吃一些草 后来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在那里的野菜也基本上没有 因为老饥荒的时候整个自然灾害非常严重 后来都是已经离开了世间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是不同人可能选择不同的路 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候 其实没有杀生也可以完全存活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说以后不要吃任何肉 但是在吃肉的时候或者无意义不必要的残杀 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所讲的也是个事实 确实可能你遇到的多一点 不同的寺院当中都有每次都是要牵的人站在你的面前 所以遇到的好人就是少 这是一个 然后坏人就是三个 开玩笑 这是我们应该一识论识 藏传佛教当中确实是有一部分虔诚的修行人 他们非常虔诚 前一段时间我家乡的一个修行人 他在拉萨的一个山洞里面住了二十多年了 然后回来看望我们老上师圆寂的事情 讲了一下他的这种生活 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天天给别人讲课 但是好像他的整个生活除了他的年经和他的信仰以外 就二十多年当中一直住在山洞里面 他们有时候缺少一些粮食 但是自己很简单地 或者出去花园 简单地这样过下来 听起来非常的惊讶 然后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当中 所谓的佛教实际上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问题 那么有一部分佛教非常虔诚 而且极其了不起他们的内在的修行也好 但是这种人知道的人很少 也许他们也是套光严晦 不一定在种类面前悬崖 甚至有些在寺院最深深的地方 山洞最寂静的地方 山谷最偏远的地方 我们都不一定见得到 但我们经常 尤其是现在 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寺院 基本上全是对外开放的 我们藏着佛教当中比较典型的 几个对外开放的一些寺院 这些寺院当中虽然外面穿的是出家的绳袍 但是里面可能有各种目的的 我也看到过很多的人 有时候甚至穿着这种衣服来当乞丐的 也是我们非常讨厌这样的出家人 因为我的讨厌 我一方面觉得这些人 玷污了我们佛教的真来的形象 一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到成都 有些街上的时候 我们都有点担心 外面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乞丐 就这样的 昨天我到澳门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人说 你是不是到赌场 我很害怕 我跟他们说是订宾馆的时候 一定要离赌场远一点 否则的话 我要来去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我再去赌场 然后有一个人说 你穿着这样的红色的衣服 是不是到赌场去表演 然后我说 我不是到赌场去表演 但是我的表演在其他地方 我就这么说的 所以我想他们有一部分人 你觉得见到的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他们是不能代表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我们佛教徒当中有个别人 可能确实是利用佛教也好 利用这个形象来做自己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拿这种品牌来买卖 或者是满足自己的事情 但是其实真正的藏传佛教和真正的修行人不是他们 不能他来代表 就像我去有些学校的时候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些是特别了不起的 有些的话呢 好像是也并不是很好的学习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到美国区啊 留学就是 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里面 说是去年的时候有八千个学生 就是从那边已经退学了 他们不要了 他们为什么不要 因为到了那边以后就是开豪车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每天都是混 然后甚至美国人最看不惯的是什么呢 就是请别人来花钱 就是请别人来考试 那这种现象的话呢 实际上是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它不能代表中国的很多的牛学生 其实还有大概是以前有两万多多少个 在那里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的话也是应该是纯洁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看不到纯洁的 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 因为人本来这个群体也是复杂的 可能出家人当中也有复杂的 我们世间的人和高等大学也好 其他年轻人当中也有复杂 现在是越来越复杂 这样的复杂的问题呢 我们用复杂的一些事情来进行处理 师傅你好 我是来自澳门大学法学院的 然后我想关于一个修行的方法 然后请您给我们开示一下 就是我觉得平常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修一下准提法门 但是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就是早上会念十遍佛号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很合适 请您开示一下 谢谢 这个 其实学习佛法呢 现在很多人有点害怕 就是害怕就是念错了 或者是方法错了 或者是这个世界就是错了 有这种顾虑 其实这些不用顾虑 我们随时想到这个名号也好 咒语也好都可以念诵 而且像准提法门的话它是非常有加持的 就这样随时都可以念 但是念诵最好是自己有个比较固定的话 就是不容易忘 因为我们有些修行和念诵融入生活很重要 如果没有融入生活 你需要的时候可能寻找也有一定的困难 平时自己的心在这方面经常喘息 到时候无论是在任何时候 你也可以运用自如 包括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 或者说是坐车啊 就是在哪里念诸语和这些呢 就不像参修一样的 就是在随时都可以 当然所谓参修也是到一定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 我是澳门大学大师的 我是中文教育的 那么我想要问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我中学的时候是读一个圣心中文部 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那么我家里又是拜观音的 然后因为受到学校中学的洗礼 所以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压力大 或者是你面对一些困难不懂解决的时候 有的时候睡觉之前你就会想祈祷 就是突然间就是两手会合起来想祈祷 后来呢祈祷到一半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心虚了一下 因为你家里放的是观音 然后你妈妈又要叫你拜观音 然后我心虚了一下之后 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拜观音好呢 还是要祈祷好 但是我就是习惯上面呢 我平时就是先祈祷 但是祈祷到一半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然后我就对我就会觉得很疑惑很困扰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我就想要问 这样子会不会有影响 还是要怎么解决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我大二的时候 有一个教授就是突然间聊天的时候 他就看着我跟我说 做一个认真的人最美 他这样跟我说 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一个方向一直走 因为我未来是做一个中文老师 所以在自身的要求上面可能会越来越高 于是呢我就向这个方向走 可是呢走到大四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间觉得 你太认真的时候 你做每一件事太认真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偏向固执 就是会 就是尽全力地做好那件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 当你 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极力地去做 你很认真 但是如果你达不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沮丧 可能是比平时你做的一件事情更加地沮丧 所以我想要知道 认真还有固执 怎么样去取一个平衡点 谢谢 拜观影 心里之后祈祷 这两者应该是不会相伟的 我记得有一个人 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个大德 他去西方的时候 他有一次去拜圣母玛利亚 在拜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了他的加持 满面都是泪水 觉得这就是观影的化身 当然他们可能不会承认观影的化身 但是他自己觉得这是观影的化身 我听到过这样 所以我们一个人 如果他融入宗教的一些最高境界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超越一种 我们凡夫人的一种现象 因此不管是观影菩萨也好 实际上他们在超越我们的世间当中 都有一些不同的境界 但是这些不同的境界并不是我们语言所讲的一样 因此我自己认为 比如说佛教当中不能诽谤外道 如果诽谤外道的话 那么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说 密宗当中有十四条根本界当中 应该是第六条吧 翻了第六条根本界 不能诽谤 既然不能诽谤的话 我们都可以超市的一种对境来进行修持 不会有危害的 所以诸佛菩萨的化现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自己认为是我们的世界上的 刚才我所讲的一样很多的教主不同方式来读众生 现在看起来手段各种各样的 但实际上都是对众生自觉或者见解有利的 甚至有些是暂时可能显现上不一定很如法的 但也许可能对究竟来讲是对众生有利的 因此我自己一生作者 我刚开始的时候学习佛法比较固执 除了自己的宗派以外不太承认别的 但后来融入这个世界 多年以来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拥有的时候 发自内心我们作为一个宗教徒的话 也应该互相团结 互相学习 大家都有一种非常共同的语言来 就是雄同村一把 我们也有共同的一些目标 作为一个宗教徒大家都有推进的一些责任 那么也有各自的一些修行 那么各自修行的时候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还有分很多很多的教派 汉传佛教里面也分很多的教派 所以我们各个宗教都有很多的教派 所以我们人类应该都有不同的兴趣 也有共同的目标 这样以后非常合理的 第二个 你的做人做得太认真的话 有时候大家周围的人可能觉得有点死板 然后自己也特别累 但是从良心上 从人格上 我们尽量地做一个很认真的 这个时候可能周围的人不一定会认可 也许你的认真太没有一点善巧方便的话 在做事的过程当中现在的社会有时候需要有一种变通 否则太认真了 受到社会的启示 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良心和道德上 尽量地 认真地去对待 这个过程当中具足的一个条件需要智慧 第二个条件需要善巧方便 这两者如果具足的话 我觉得是认真是应该责的 否则的话 我们很多行为可能对实际的良心和准则相违反的 刘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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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 这里面可以深入地探讨的 因为一般说你要选择做佛 不是说你要选择做佛就能做佛的 做佛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可能那位先生呢 他用选择觉得可能还是在佛教来讲 还是在三界以内的事情 在三界以内选择做善做佛 还是在一个轮回的世界 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一些新心灵的法门 不属于佛教那种传统的 但是很容易跟佛教的东西分出来一起讲 因为人的选择受很多业力的影响 受那无名的限制 所以说我选择做佛就能够做佛的 这里面说可能说我要选择做善 但是何为善呢 怎么定义那个善呢 因为我们说我要选择善长很容易 但是我们遭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很难说了 如果比如说我遭遇到海难 我要只有一个投生机会 我选择自己投生呢 还是让人再投生呢 这个因为受你很多业力的影响 在影响你的选择 所以不是说我要选择 我要选择善就是能够善 所以说这里面牵涉到 我们如何看那个生命的时尚 我们的心灵是什么 我们怎么要掌握我们的心灵 而且说我们通过那个界定位的收取 透过那个上知的教权 上知的诀窍 这样才能令我们掌握我们的心 而且看到那个宇宙的真相 那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 我们真正能够成佛了 不是说我现在我要选择做佛就能够做佛 因为初步来说可能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把问题再发生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善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上 如何来掌握我们的心 这个可能才是用功的关键 这个想上去开始一下 你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刚才听得不是很清楚 对不起 因为就是说 他开始说我们选择佛 因为可能说佛教里面有一句叫万马为师 万马为师就是我要选择做佛 下一层就做佛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长起来 原觉上不能说错 但是可能他很容易误会 就是说我的选择是任意的 可以自由选择的 其实在佛教来说 你要选择的话 其实是受你一些无明 受你的业力在掌控 所以说你首先 你要自由选择的话 可能你首先对自己的业力 而且说要认识那个心的本上 认识那个心的真相 才能够自己才能够去选择做佛 不是说我现在要选择做佛 就能够做佛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 可能这个牵涉到一些上师的俏捷 或者说一些界定位的收持 这样的话才能令我们去成佛 不是说现在我说选择做佛 就当佛了 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需要翻译一下吗 对不起 我大概也懂他讲的问题 他讲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很多new age 我们讲新时代的信仰 新时代信仰里面就把很多事情 就很多宗教里面的事情 都混在一块讲 就把那个修行的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说如果我的心 刚才法师讲 就是如果我的心想做佛 那么你就马上能变成佛 那个就是这些new age 新时代新宗教里面 非常常主张的 法师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成佛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要注意的 因为你发心那个是对的 是心是佛 我们这样是讲 但是心是佛 那个只是一个开端 在那个开始以后 下面的路应该是怎么走 我不知道有没有误会那法师的意见 他大概 我想他大概要问的 就是请 请 您开始一下 法师说得也对 现在 很多人不懂佛教 不懂佛教呢 就有些人认为 现在的自己佛 还自己穿着佛陀的这种一幕一样地坐在莲花上 现在七七百怪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也在蔓延 产生 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我经常跟他们讲 作为佛教徒要动到佛教 否则的话 有些人认为他是佛 我们可能有些愚痴的人经常去供养他 认为真的是佛 那这些人什么是佛都根本没有懂得 其实真正要成佛的话 三个阿僧七戒当中的 刚才法师讲的业力障 烦恼障 所知障 很多的障碍 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 那这个是非常漫长的事情 而且你真正成佛以后 不会有世间的任何的烦恼 可是我们现在有些人装着新的宗教 装着新的佛教 全部都是利用佛教来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一方面佛教徒没有自己的智慧 他没办法复得 如果佛教徒自己有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的智慧 佛到底是什么样 菩萨到底是什么样 如果你明白这样的话 那你有资格批判这些人 所以现在我们包括在澳门 我不是特别清楚的 在香港和在其他地方是比较严重的 本来不是佛教徒 他就装着佛教徒 可能带着一些 包括我们藏传佛教的莲花生大师的帽子 忠喀巴大师 菩提萨多的帽子 各种各样的形象 而且下面有特别多的人开始信仰他 拥护他 赞叹他 这样之后完全是一种利益的关系 这样的话我们佛教徒有资格 有自然要派出这样的人 真正的一些修行人 我们赞叹他非常有利益的 就像一个大学的 连中学都不会教的一个人 当着一个大学的博士道士来欺骗人的时候 那么很多大学生是有责任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佛教 刚才这位女士所讲的一样的 有些是可能在小的方面 骗二十块钱 三十块钱 五千块钱来 穿着这个出家衣服的 有些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宗教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很多地方 他们自己认为是 端章区域的一些树里面的东西就写下来 哇 这是我的一个宗教 我的灵感写出来了 然后这是佛藏病 藏传佛教里面有个佛藏病 但是佛藏病不是那么容易 非常可笑 我的灵感写下了 我的佛藏病 有些人把自己乱写的东西 把它当作是什么佛藏病啊 等等 金刚阁啊 就有各种各样的发生 就这个时候呢 我们佛教徒自己如果有个智慧的话呢 就是他会有批判的权利和批判的能力 如果自己也没有智慧 迷迷糊糊地忙着他们的话 那就这个世界就完了 大师 您好 我是澳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部的老师 刚才在您的演讲当中呢 您提到您特别笃信前世和今生 然后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跟感情有关的 在感情世界当中 一对恋人喜结连理 步入婚姻 大龄圣男圣女 寻寻秘密 便寻不着心中那个对的人 然后呢曾经相爱的夫妻 最后也有可能分道扬镳 这些跟前世和今生有联系吗 如果有的话 我们在今生应该如何修行 然后得到保有我们心中所期待的真爱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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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前世 按照佛经论典里面所讲 即生当中很多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很有可能前世怨恨的人 然后今生当中互相恋人 还有一种关系 所以前世当中一起发愿 一起做善事 即生当中也是弄到一起 因为前世有个别的因缘不同 今生当中不得不分开 所以世间的因缘非常复杂 佛经当中有一个比喻叫做叶利斯 相当于现在的互联网 用网来比喻 那么网里面有种种的事情也会发生 有种种的事情也会分开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我也前世今生的一些道理只有理论来推敲 那么你刚才所问的今后 有没有共同有享乐之机会呢 就是很难说 因为我们具体的人生当中的一些 所发生的事情有具体的一些因缘 一般来讲很有困难 但是有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 因为今生当中的前面的习气和前世的前面的习气 也有充合的事 感恩看部的演讲 我是澳门大学科技学院的一位老师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为我们的学生们问的 如果他在大学生活 本身学习任务就很繁忙 然后又有未来前途的很多忧虑 然后又面临很多的烦恼 面临很多的诱惑 这样的时候 那其实内心是很不平静 包括您刚才提到灾难 也是因为我们贪欲的膨胀 从而不知道抉择 善恶 然后而引致的灾难 那在大的方面是这样 对于个人也是这样 那在个人上 如果大学生他有兴趣 有兴趣去修持佛法 了解这种善恶的抉择 要面对繁重的学业 他应该从哪里入手 比如说学习哪部论点呢 还是找一个老师呢 还是念些什么咒啊等等 请开始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 像我们这样年龄的老师呢 确实已经面对无常 可能感受上比年轻人更贴切 因为面对身体的各种不适 就是这种无常的感觉很 包括身边很多人生病啊 去世啊 就是这种无常观会比较强烈 那如果想修持佛法 来了解生命的真相 来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无常的话 那请问看部如果想跟您学习的话 是可以吗 或者说是先找一个老师呢 还是说要先读哪一本书等等 谢谢 请开始 谢谢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 对学生将来的前途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些很多孩子呢 他是刚刚进入人生的这种道路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他很多事情是比较迷茫的 我看到日本的企业家 道生和佛 他的《活者》的书里面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从一岁到二十岁之间 他就建立了人生 也就是说主要学习为主 然后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在四十年当中 他为社会造业 做一些社会上的贡献 然后从六十岁到八十岁之间 他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到八十岁之间 他从六十岁到八十岁的这二十年当中 认为是对自己的来世做一些准备 你一直忙着这样不行的 他认为在二十年当中对来世做准备 做修行 他自己人生是这样规划的 但如果我的话 我不会安排到六十岁以上 因为六十岁以上人老的 已经可能包括一些修行上 有些理论上了解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应该至少我的建议可能从小 包括读中学 大学的时候 跟他要关注一些他自己想要的知识 如果他愿意学宗教方面的一些道理 像美国的很多的学校 他们对知识的学习也很重视 但是更重要的一些人文的知识 因为人文的知识 其实对他的生活当中是最需要的 他将来面对的生活并不是知识的一面 还有很多的 包括你这个感情的无常也好 生活的无常也好 面对痛苦的时候的这种应对方法也好 对家庭的责任 其实这些孩子们出来以后 很多人现在都害怕 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有些人有恐惧感 得欲语症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课程放下来 专门让他们学习佛法 这个都是不需要的 应该跟他们稍微有时无时地提醒一下 其实宗教的有些思想 对他们的人生当中也许有很多的帮助 有没有信仰的人 你不学也完全可以的 但是有个别人 因为老师的原因 将来他在人生当中 真正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有些老师的学生是非常坚强 我以前遇到过有些大学老师 有些大学老师的 这些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的这些孩子 以后到社会上的时候 即使他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但是他的生存方面心里是非常坚强的 因为三四年当中 老师的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的 对他们非常大的作用 但有些老师他自己都是心没有放在学生上面 自己的心放在赚钱方面 自己的心放在其他的 包括一些感情 痛苦这上面 甚至有些老师自己感情的一些发泄 天天都是在学生上 然后学生后来也学会了这样的道理 其实学生的很多很多都是老师学会来的 然后这个孩子将来当老师的时候 他又把这种传承传下去了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成功的老师 把知识以外跟他们做任 现在是我们教学课程当中很少 不知道澳门这边的教学体系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在学校这么多年当中 只是学一个技术方面的 学人文方面的太少了 这一点可能多加一些补充 有兴趣的话跟他们也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道理 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最有用的 再加上让他们也是 其实我们很多学校有时候真的让他们学的话 我看到哈佛大学的有些课程 一个学期当中接近四五十本要看 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地在学 这样的时候学生还是蛮开心的 很多可能老师的原因吧 然后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没有多这么多的课程 但是大家觉得很累 很痛苦 这也是可能对心灵的一种辅导方面有一些差别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如果在这方面系统地学习很重要的 因为光是看一本书 两本书的话 可能佛教的道理非常深有一定的困难 我这边像广州 在珠海这些方面都有一些学佛团体 像澳门的话只有网络上的一些供修的人 这样去供修也可以或者我建议看 有一本书叫做《大圆满前行》 这是网上也可以买得到 《大圆满前行》里面一般所有的修行 包括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轮回的痛苦 业因果 皈依 菩提心 忏悔 积累资粮 最后往生 所有的修行的道 这一本书里面已经圆满地讲述了 如果这本书翻反复复地看的话 我相信也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这种修行人 大师您好 我是澳门大学大四的学生 然后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天真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想求得佛法 或者想入得佛门的话 他们都会通过一些比如说静坐 然后或者说是到寺庙里面去修行这种方式 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只有通过形式上 先到了这个地步 那么心才入得了佛门吗 那如果我们只是在平常的生活中 就算是没有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修行这样 只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处处留得一份善心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还能否进入佛门呢 就是想问一下在入世的生活中 能否还能有习得佛法的态度呢 谢谢 刚开始如一些佛教的话呢 有两种层子 有一种人可能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行事 到寺院里烧烧香 白白斧 磕磕头 然后做一些供养 这是一个行事上的 这样也可以 如果再生一点就大大做 然后做个皈依 办证 我们不知道有办证书啊 对吧 我看到很多庙 就是这里 我看这里很多小庙 好像庙不太大 这个半正书 这个也是第二层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好好地学习佛教的慈悲与智慧的道理 这个可能比较难 但最好看一些书 或者说现在我们网上也是有很多的法师 就是对佛教比较精通的这方面的一些道理 就是自己学 我觉得学习佛教的真正道理 才是真正的入佛门 或者说 形象上你办个皈依 有一些做一些禅修 这些只是一个行事上的佛教徒 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真正的佛教徒 你知道到底佛是什么样的 法是什么样 圣是什么样 解脱 什么叫解脱 什么叫因果不是 什么叫轮回的痛苦 这些并不是口头上 也不是理论上 通过先去听闻 我们佛教里面讲闻思修行 先去听闻 然后通过辩论 体闻 各种方式来再三地去思维 思维完了以后 实际行动当中去修行 这叫闻思修行 这样的修行 即使你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学习的时候也是偶外的有些时间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也可以的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佛门 他是对佛教的见解有一定的了解 并且自己在修行上 行为上都以体现 这才是真正的佛 其他的办皈依 到寺院里去无数次业 实际上这是现实上他内心当中还没有生起真实的信心 谢谢上师的分享 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带给我们启发也很多 我是澳大教育学院的一个博士生 我的专业是咨询心理学 然后今天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其实前面好几位提问者也谈到 就可能是一个关于人怎么看待无常的问题 就比如说佛教怎么去看待我们中国人 就是研习千年的这种孝道呢 就比如说作为年轻人 然后你得知父母身重病了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去接纳 就是接纳家庭中面临的这种大的无常 它可能不是一个大的灾难 但是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它已经是个灾难 那同理的比如说我将来作为父母了 我怎么样就是我能做一个就是旁观一点的父母 不是那么去干预自己的孩子 比如说我觉得像我最近看了一则新闻 就是一个高考的母亲 因为昨天前天是内地的高考 一个高考的母亲在考场外哭泣 原因是因为她和她孩子发生了争吵之后 她的孩子放弃了高考 妈妈拿着孩子的准考证 等不到她的儿子进考场 所以她的母亲在考场外特别悲惨地哭泣 所以就是这种 就是因为家庭已经是我们就是华人群体里面 如此就是看重的一个关系 当然如果要用佛家的智慧来说 我们的这种觉察自己的贪嗔痴 它可能也需要破纸才能获得这种佛家的智慧 但是也想就是比如说通过 希望上师跟我们分享多一点点 关于佛家怎么去看我们中国的这种家庭关系 可能有孝道 也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情不自已等等 谢谢你 孩子也生病 孩子也病了有时候我们就有些人 数数无测 非常可怜 我认为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 时时准备有一种无常的感觉 警觉 我家里发生无常的时候我怎么办 可能会发生一些 这个时候我的心不能太脆弱了 否则的话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说她妈妈病了 然后丈夫在外面出车祸 然后孩子刚好也是在学校里面出事 一个人的身上出三件事情 同一个时间当中 在三天之内 所以有时候人不是很坚强的话 的确也是非常困难 前两天我也有时候关心这个行为 我在外面即使忙的时候 讲学的时候也是 我有时候讲学的话题不看 看新闻 有时候对自己的无常还是很有关心的 有一个高考的时候有一个母亲 她的孩子早上一直不起来 她得自病症 她特别着急 但是也没办法 孩子不去上课 所以最近高考的时候 很多家庭特别的烦躁 特别的关心 但是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父母如此疼爱孩子 但是孩子不配合 那么我们可能这些孩子将来成长之后 自己的孩子也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一方面有一种不能太执着 如果任何事情太执着的话 最后反搞砸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随时都是有家里和个人身上 发生有无常的关系 无常的这种警觉感 也很有可能我明天以后都是不在这个世界上 很有可能我家里明天之后可能发生大的灾丹 这个是我们也要有这种关系 到最后真的出现的时候有一定的利益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汉地的这个传统 我也看过一些什么 以前的一些传统的对家人的 包括孝顺利益这些关系 这些关系上面 作为你们很多的大学生的话 可能不能放弃 确实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我们对父母 对老人张败 没有恭敬心 没有理解心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你自己所生的这些孩子 对你也会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无常观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对孝顺方面的话 可能还要对传统文化 最近可能有很多的政策 也可能各方面方便 我们对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复兴也好 就是重视也可以有各方面的一些机遇 Campbell 你好 不好意思 好 最后一个 我是澳门三众佛学班的同学 希望问一下那个Campbell 刚才你也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学习佛法 真的不容易 因为里面真的很新 然后我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很多人 问的问题 我看见他们也希望去真正去了解 去学习佛法 但是我们学习佛法 不是我们单单看一本书两本书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善知识 所以我想 希望请Campbell 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 怎么样去选择一个老师 是一个真正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方向来学佛法的一个老师 让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 可以学到一点点利益 谢谢老师 这样子我们无论是在大学当中还是其他的知识分子的群体里面 我的建议呢 如果你学佛法也可以 学其他宗教也可以 学其他的世间的知识也可以 但是我的要求或者希望你一定要找到真理 人生当中有很多真理 我们也许大学的课本只是真理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的真理还要该学的 那么它需要不同的因缘来挖掘 所以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些人间的知识当中 有些是对自己的生活 对精神 对来世很有帮助的 因此希望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来选择所学的知识 关于佛教的一些老师 实际上佛教的老师当中有很多的要求和资格 比如说这个老师要具有清净的一些 包括戒律 智慧 悲心 人格 还有很多精通世间的知识和佛教的知识 所以以后要寻找一个老师的时候 不能盲目地认为这个老师长得非常好看 我一定要医治他 哇 这个老师非常非常有钱 我要医治他 哇 这个老师看起来好像 一碰到他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多的感觉 对我特别相应 所以我要医治他 哇 这个老师因为他特别特别什么什么原因等等 这些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医治佛教老师的标准 但这个是不合理的一定要从很多方面来了解 智慧来观察之后自己选择老师 佛教的一些书我刚才也讲了 像《大圆满前行》还有《入菩萨行论》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有很多的 汉传佛教里面的《六咒经》 《金刚经》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 《心经》有两百多个字每天不到一分钟都念完了 通过念《心经》自己的心得以进化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大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最后的一个希望特别大家要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 身体的健康也很重要的但是心灵的健康更重要的 那么心灵的悉地和心灵的母语依靠一种出世间的智慧来经常启发自己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自己身心清净的时候 我们帮助社会 帮助身边的人 包括对自己的家人关心也非常容易 甚至有些特别大的灾难降临在你的头上的时候 你很勇敢地 很直接地面对 我看有些人是非常强大 自己身上什么样的压力都可以抗得住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也自己很想学习比较坚强的人 不管是身体再这么累的话 只要给别人有一点利益 哪怕一举一致也是想提供 然后在有生之年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和什么样的障碍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在障碍和违缘面前不低脱 不断地坚持下来的话 很多事情暂时可能遇到了一些阴影 但是这种阴影不是永恒的 不是永恒的 还有会有明天的 所以我们为了对这个灿难的明天 大家要共同录虑的话 每个人的这个前途是光明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看部幽默的 充满智慧的解答和开示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 制送纪念品的仪式 有请澳门大学和洪森东亚书院姚伟宾院 向看部直送纪念品 请姚院长上台 好 现在有请看部向姚院长 直送纪念品 时间流转的飞快 本次讲座即将结束 想必大家已经通过 看部对于灾难的开示 获益匪浅 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 索达基看部所做的精彩开示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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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